提起身份证 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感到怀疼 头头我这个脸能不能有地方放呢 如今这种丑日子 总散到头了 多个城市都已经上线了居民自主拍摄 上传身份证照片的功能 如何操作呢 看过来 由于自主上传身份证照片 这项功能还未潜伯实行 且各地的办理程序都不相同 所以本期视频以上海市为例 来给大家做讲解 首先搜索上海数码镇照中心微信小程序 进入后点击右下角的我进行登录 登录后 返回左下角的首页 点击在线拍照 选择军屏身份证照 进入后查看阅读授权声明和拍摄虚居 授权声明中会说明 照片上传需要收取许言费用 拍摄虚居会说明 拍摄中不能是自拍 且头发不能遮挡 五官和重要特征 环境明亮等 进入拍照页面 按要求完成拍摄后 有预览照片的功能 不满意可以取消重新拍摄 满意的直接提交上软 提交后 系统非自动调转到 上海市公安局任务管理公众号 需要你点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来获取拍照号 注意哦 拍照号宣传后 记得查案复制或者记录下来 因为下一步 还需要你提供拍照号 任姓名和手机号码 来提交等待审核 审核结果会以短信息形式办会 周到审核结果反馈后 如果合格 可以在页面 三线回支进行确认 完成支付后 照片就可以入库了 如果提示入库成功 那么就可以在30分钟后 前往就近派出所或者公安窗口 使用入库照片重新办理身份证 自助拍照满足了大家 入库出库 就可以自行拍摄 自己满意的身份证照片需求 目前上海海口柳州 长川和北湖的城市 都已经有这项功能了 大家可以在本地官方 政务平台搜索相关信息 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哦 除了身份证 还有一类证件照片 可自行上传进行更换 那就是驾驶证 操作相对简单 注册下载 胶管12123APP 进入首页后 点击更多 进入业务中心 驾驶证业务 选择驾驶证电子版 电子驾驶证最下方有一栏 点击当中的换照片 就可以选择拍照 或相册选择两种方式更换照片 页面上还写明了 对照片的具体要求 认真看好后 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更换方式 照片上传后等待审核 审核结果可以在12123主页的 晚半进度查询 通过审核后 再点击驾驶证不换领 选择遗失不领或损毁患证 页面会弹出你上一部更换好的照片 点击确认支付新证邮寄费用 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方便 快去试试吧 转发收藏告诉更多的人 下期很想聊就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们 未经许可,不得试困